关于刚才记者提问的山河大学的问题 我们也关注到这些问题 这个面对我们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新阶段的这种新的形式 和服务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新的挑战新的问题 教育部将围绕增强国家的竞争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这种目标 不断的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 支持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 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谢谢